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五期 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快速显示图片 对吧 咱们上一期秒速建立网页 今天咱们快速显示图片 该怎么做 咱们试一试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在咱们Next.js工程中 咱们显示图片的方法都有哪些 今天我给您找了两种方法 咱们马上看一下 首先图片资源一 我把图片资源放在哪 放在Assess下面Image目录 叫做一个图片名 对吧 这图片咱可以是JPG PNG都可以 然后咱们HTML代码部分 通过大家请看 加这么一个波浪线 对吧 然后Assess再敲上Image 再敲上咱们图片名 就能够显示到它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大家请看 上期给您讲过 上上期给您讲过 咱们有一个Stack的静态目录 对吧 咱们在静态目录下面 咱们也建一个图片 然后也建这么一个图片名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咱们通过 大家请看 通过根路径的方式 也能够访问到它 今天我给您演示 这两种图片的显示方式 对不对 然后您根据您的项目需求 您的决定 您实际项目的图片 该放在哪个目录 这个是您自己的项目 去决定的事 我把这两种技术 今天都交给大家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这个是我给您演示了项目的工程的目录文件夹 然后我项目工程 现在已经启动起来 我用的是SSR的方式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 首先在assess下面 咱们建一个 images 目录 建在这个地方 图片 其实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就是这张图片 咱们看一下 这是我玩晃乱乱斗时 一张图片 把它拷过来 拖拽过来 OK 大家请看 咱们在assess images下面 有一个b.png 对吧 一会咱们显示它 好 这张图片咱先关掉 同样 同样咱们在 static下面 咱们也建一个 images 然后我这又给您准备一张图片 BB 对吧 BB 大家看那样子 其实是个女孩 拷贝过来 这角色是个小女孩 小女生 OK 那么咱们就显示 这两张图片 该怎么做 page 对吧 我准备在 about 咱们在about 这个关于页面里面 咱们显示一张图片 咱们试一试 咱们显示 咱们就在about里面 显示 assess下面这张图片 好不好 拷贝过来 这个地方 我加个横线 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波浪线 没问题 assess image 这地方要叫上图片名 这图片名叫什么来着 B 是吧 咱们就叫上B 小蜜蜂 是吧 小蜜蜂 咱们中文把它翻成比n 对吧 好 这样一存盘的话 就能够看到 我看我后台是不是应该重启一下 因为咱目录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 稍等 这个 咱重启一下 把咱们后台这个调试服务器 重新启动一下 OK 那么咱们回到网页 然后点一下关于 大家请看 这个B的图片是不是出来了 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 对不对 OK 图片正常显示 然后咱们再显示一下 静态路径的图片 该怎么显示 这静态路径 我想不行 就把它放在 我看看 咱们这还有一个文章 咱就放在文章 index这吧 好不好 OK 试一试 这是咱们再建一个 这等于是嵌套一个路径 对吧 在这个目录下 显示Static的 然后是Image下面的BB BB 咱国家不知道怎么翻译 翻译成BB 是吧 OK 这样的话 咱们在article这个index里面 就会显示出来 Static下面的一张图片 看看能不能显示到 我存盘 然后回来 应该是先回首页 这不首页也行 这是关于 这是文章 对吧 大家请看 BB也出来了 对吧 这两张图片 都能够正常的显示 列表没有吗 那么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 虽然不在同样的文件夹下 但是呢 咱们也操作了不同的语法 让它们呢 都显示出来 好不好 您通过我 今天这个例子呢 您就能够知道 咱们如果使用Nux 这两种图片资源保存 以及显示的方法 推荐给大家 今天呢 没有超时哦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在Nux的工程当中 咱们快速的显示图片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哦 我今天的课件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一下吧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